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紫菜是一种水生植物 每100克就含有274毫克的飘灵 看比许多弱类 特别是干紫菜 每100克含415毫克飘灵 称它为飘灵大富实至名归 因此 尿酸高的人 单纯高尿酸血症的人 痛风急性发作期 以及缓解期的患者 不宜使用紫菜 健康人群也要控制好量 第二 芦笋 芦笋的飘灵含量 高达500毫克每100克 是妥妥的高飘灵食物 甚至比一些普通的海鲜 比如虾 鲑鱼 盗鱼等 还高得多 另外 芦笋中的草酸含量也不低 如果摄日过多 草酸会在人体内 与尿酸争夺排泄机会 抑制尿酸的排出 不过 只要在喷制前 将芦笋前烧水 就可以去除大半的草酸 第四 香菇 鲜香菇的飘灵含量 约为214毫克每100克 钢香菇更可高达405毫克每100克 都属于高飘灵食物 尿酸高的患者应该进食 那说到钢香菇 大家难免会想到呢 钢木耳 钢茶树菇等 通常来说 它们的飘灵含量也不低 但我们一般只会取少量来泡花 再烹饪使用 所以问题不大 好了 朋友们 看完今天的内容 请帮你一时点赞分享 并点亮视频下方的小铃铛 感谢支持 吧 就好了 我们下文度 nas